各位同学,今天讲的是立体图形 认识处体、追体和求体 那么多种不同的立体,如何分类呢? 立体图形的形状不同 名称都不同的 这组立体好像一条灯柱或者木柱 所以叫做处体 这组立体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处体的底部和顶部的形状是相同的 我们再看看另一组 这组立体好像一个尖的追 所以叫做追体 看看这组立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追体的顶部是尖的 这组立体 这组立体和球类的形状相似 所以叫做球体 这组立体 这组立体 这组立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球体呢 这组立体是在哪一方面 看过去都是圆的 现在考考你吧 那组立体 把图里面的柱体 找出来 好 接着 找追体 好 好 找球体 这组立体 图里面的柱体 图里面的柱体 是底部和顶部 都是形状相同的 所以图里面的柱体是尖尖的 对 组立体 这组立体ります 这组立体的柱体 它們都是屬於柱體 我們就連一條線 而鼠裡推 找出追體和球體 現在考考你 猜一猜這些是什麼圖形 一個是一個雪糕 那有什麼體 沒錯 是追體和球體組成的 然後第二個 你猜是什麼 沒錯 是圓筆 是由什麼體組成的 是由柱體和追體組成的 最後一個 你猜是什麼 是老師的咪 是由什麼體組成的 是由柱體和球體組成的 沒錯 是由柱體和球體組成的 記得不要忘記 猪鼻 猪鼻孔 猪頭 還有一個球 各位同學 數不數到出來 沒錯 是有八個柱體 四個追體 和六個球體 是由柱體的 比一下 是由柱體的 有六個條 以及頂部的形狀 是相同的 這樣做得更好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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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